我们接下来在这块来去讲解一下 币包的格式可能好记 但是的话我们来去看一下关于 谁的叫币包的简单应用 币包的一个使用应用 好有同学刚才来去问说币包到底有什么用呢 在这一块对吧 然后我们简单来去说一下币包的一个作用部分 其实对于币包来说有人这样来举个例子 通俗一点来去讲的话是 刚才我们看这段代码也知道 我现在想用人家家的东西 然后通俗讲我现在想用FUC里面的inner FUC的东西 是不是就相对我想用它 这个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想用人家家的东西 但是你用你现在想拿到但是没有权限 没有权限就是你想直接拿是不都拿不到了 但是你可以根据跟谁呢 跟他家里的孩子套近乎 所谓套近乎的话呢就是我现在就想拿到他 那我现在得想办法跟他套近乎才行 是不是啊 那怎么来去给他套近乎呢在这一块 通过套近乎来拿到他 那你就通过谁了 Return 只要跟他一套近乎 然后他是不是就把他里面的东西给你扔给你了 啊 这时候你是不是就能够拿到他内层的一些东西了 啊 其实这时候还可以从什么上来去理解呢 从他的作用域上 啊 然后呢 现在在这块啊 是什么样的作用域啊 啊 呃 现在在这一块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函数给他扔出来了 扔出来了之后呢 那你在外边来去调整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考虑一下 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域的一个 呃 问题需要去思考 啊 什么样作用域的一个问题在这块来去思考呢 就是我现在是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啊 我把这个保存一下 嗯 再来一下啊 这个 这个是啥啊 这个是 是 是 是不是叫我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是不是叫内部函数 接下来来去看下边这块啊 就是来去分析一下 他的这个臂包啊 再去使用的当中的一个作用 然后以及他的一个作用域的一个访问的一个问题去啊 啊 好 那我们在这一块来去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代码部分 我就拿我们刚才写的这一段代码 然后为例 然后先给大家说 然后再带大家写这个应用案例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一块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写的那个函数们了 啊 啊 在这个函数里面的话呢 大家来去发现一个问题去 什么样的问题呢 当你在这一块来去加载函数 对吧 就是我现在要去加载这个函数去 那在内存当中是不是就有这个函数了啊 啊 然后呢我接下来就是来去干嘛啊 调用这个函数去 而只要一调用函数的话 我原来给大家说了 这个函数里面的话有一个谁呢 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C 是不等于10了 而且我内部函数是不是又引用了外部函数了 不仅C等于10 A等于B 是不是都是属于这个FUNC的局部变量啊 好 那在这怎么来去理解 看这一块啊 说我现在是不是给你开了两个窗口 一个窗口叫谁 A 然后一个窗口叫B 我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C 什么时候我就会产生ABC这样的值呢 那当然就是你在调用的时候了 所以接下来只要你去调用我找到我了 然后你是不是把6和9分别进行复值了 而复值的话 我在这一块也给大家说了 A和B的访问范围的话仅仅限于谁啊 ABC的访问范围仅仅限于函数内部 出了函数就没办法来去访问的 所以呢我们知道A它就保存了6 它就保存了9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要调用的话 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个它的10 那你就可以认为这么认为啊 在我的这个里面会有三个小空间 分别是不是存着6、9、10 对吧 然后6、9、10 然后分别是A、B、C 是不是分别是这几个值啊 而这几个值又都属于这个函数的 对吧 都属于这个函数的啊 但是呢我们又知道啊 当我现在把这个函数执行完了 那这块空间其实它是要干嘛的呀 其实这时候A和B还有C的值会被回收的啊 回收的话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调用完了FUNC69了 那你说我能不能再来一个 IFUNC1等于FUNC 我在这传一个2传一个8 我能不能这么做啊 IFUNC1 然后是不是来去调它去 那也就是说你调完了它之后 然后紧跟着 假设先不看这句话 先不看底下这句话的话 就是说底下这句话 你现在先不用管 然后你现在就理解两个调用 FUNC69 FUNC28 当你调69的时候 传69的时候 A的值和B的值 现在是不是就是69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我接下来拿到的AB值就是6和9 然后呢我接下来再调2和8的话 那它里面的值A和B的值 是不是就变成2和8了啊 那我现在就有有有有一个想法 你把我的这个inner谁给扔出来了 FUNC是不是扔给它了 如果我这么来去调用 你看一下它会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先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到5里面啊 先给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个作用域的问题去 啊 我在这儿是不是又有FUNC1等于一个谁 FUNC 我刚才传了一个2和8 好这时候我问我现在能不能调FUNC 如果要调FUNC拿到的值是多少 拿到的值会是多少 是原来的6和9的值还是2和8的值 而我在这儿调FUNC1拿到的结果是多少 所以这时候的话就会知道你的这个什么呢 B包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 它有一个是保存你的状态的一个特点啊 那什么叫状态 根据刚才我们的一个思路来去理解 我传6和9 AEB是不是拿到69 10这个你可以认为不便没有关系 然后我拿到是不是6和9了 然后在我的内部函数里面所做的FUNC 谁啊在这儿 是不是有一个叫inner-FUNC 它里面做了啥在这一块 是不是就做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加法操作了 对吧 好那我在这儿是不是就做了S等于A加B加C的值 然后接下来我在这儿是不是又有一个打印了 对吧 然后在这儿又有一个打印 我这个就点点点不写了 说接下来我传了6和9了 你传完6和9之后 它是不是就把inner-FUNC 是不是给了IFUNC了 那问我现在不立刻调IFUNC 就是我不是立刻调它 我接下来的话 是不是又去 是不是做了下一次的调用了 对吧 又去做了下一次调用 然后我再去调IFUNC去 问这时候我的IFUNC计算出来的值会不会受28的影响 会不会 因为你第二次调的时候 AB是不是就变成2和8了 是不是 当你变成2和8了 IFUNC可能出来的值是20 这个我们不用 然后有疑问 那我问 IFUNC的值是20 还是我上一次的这个值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先看结果 好 那我现在在这一块 是不是就是这样来去调的 我先调的 我也把它移到后边吧 无所谓 在前和在后 我现在在这一块 是不是IFUNC1 这个是不是叫IFUNC了 我把69是不是放在最后调用了 最后调用 刚才我们看到 它是不是有一个25的这个值 对吧 好 那于是我们在这来去使用一下 你看它拿到是多少 25 对吧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 它是能够记录你的状态的 记录你的状态是指什么呢 只要我把这个值扔出来了 其实它已经把你里面的A和A B的原来的那个值的状态 是不是记录在我的内部里面来了 它是不会受到你的这一块传的 A B值的是不是一个影响了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B包 B包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它可以去保存你的 这个传过来的 就是对外部函数变量引用的这个状态 然后那在这来去记它当前的这个作用一 就是B包的作用一这一块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或者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这一块它是不会受到我A B传不同值的一个影响的 对不对啊 然后那如果你要不放在B包里面 你要想求蕾佳和 就是说我没有B包 你要想求蕾佳和的话 是不是这么一做 它是不是就是蕾佳和了 但是它是不是永远都会受到你 A B的一个状态的影响了 啊 但是现在你要使用B包它的一个作用 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只要把这些值传到了你的B包里了 它底层就会记录下你传到我当前返回B包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值 就是A B的值是多少了啊 所以在这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去保存 然后返回B包之前的叫返回B包时的一个呃变量的范围或者它的一个状态 谁的状态啊当然指的就是你外层函数值的状态了啊 外层函数变量的那些状态 其实说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啊 说白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不会受到你的这个变量的变化 然后如果我第二次再去调用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会影响我第一次反出来的那个B包函数的值了啊 因为它能够去记录你当前的这个状态 好那在这儿来去看一下这个部分啊 如果要是给你一道面试题 然后就给你我刚才在画图上给你的这段代码 那你要能够把它运行出来的结果20和多少写出来啊 25写出来啊 不要受AB的变化 不要认为AB这一块变了 是不是就会影响我这块AB 当我再去调inner的时候 它是不是拿的就是你最后传的这个AB了 是不是啊不是 它在这一块你要知道啊什么样的特点 我给大家在这再写一遍 然后呢给你写什么呢 在这就是当你调用谁的时候 当你然后在这去调用这个FUNC69的时候 那你此时在内部是不是就能够拿到A等于6B等于9的值 而A等于6和B等于9的值就已经记录在你的什么里面了 然后是不是就传到你的inner-FUC这个内部函数里了 啊这个内部函数中 然后呢接下来你再去干嘛呀返回 对吧返回你的内部函数 而你此时返回的内部函数 此时返回的这个谁啊 此时返回的这个谁啊 内部函数已经记录了此次的A和B的值啊 已经然后记录了就是保存了你可以认为啊 然后此时的A和B的值啊 记录了A和B的值 所以它不会受你外界参数或外界变量值的影响啊 所以它不会然后受到然后外界AB值的一个改变的影响啊 受到你的谁呢AB然后呢改变的这个谁啊影响啊 说我接下来原来你给我多少当你在调用FIFUC的时候 是不是拿到值还是多少 为什么因为在我的底层当中 是不是已经记录了AB的这个值的状态了 所以你该拿多少是不是就来去拿多少就OK了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因为B包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我们经常会用B包是不是记录或者保存一些数据的状态了 而且还不会受到你其他参数变化的影响啊 那如果我现在再去调用谁的时候呢在这再来看啊 再去然后来去调用谁FUNC28的时候 此时拿到的A等于谁2B等于8 那它就会把28保存在我这一次的innerFUNC里面啊 保存在我这一次的innerFUNC里面啊 所以在这儿就是保存在然后本次的这个inner谁里面呢 -FUNC这个函数中 那于是你再往外返回值的时候 返回的是不是就是保存28的那个innerFUNC了啊 当你在去返回的时候 然后返回的就是然后保存28的这个内部函数了啊 保存谁的2和8的这个内部函数 内部函数了啊 那现在在这一块的话呢 怎么来去理解当前的它的这个部分啊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在这一块再给大家保存一下啊 这个叫B包-2好 嗯 画图一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这块的代码部分啊 那为什么会能够记录状态 我在这说一下 我说一下为什么能够记录这个状态啊 好 任任来去听 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不是能够记录这个状态了 那它为什么能够记录这个状态 我把里面的一些注释给大家删掉啊 然后我们就专注于看当前的这个代码部分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看啊 当你去干嘛的时候 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 大家我们都知道 它是不是就给你开辟一块内存了 内存里面放谁了 然后内存里面是不是就把这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给你扔进去了 对吧 然后把它是不是扔到这块内存里了 而这块内存是谁 是不是就是我的FUNC 它是不是就是我的FUNC了 这个函数 好 任任看啊 看大家能不能理解我接下来讲的 为什么能够记录并且保存这个状态了 一会带着大家来去打印地址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来去看 我接下来 下边是不是就开始调用了 好 那我的箭头就开始移动了 看了啊 在移动过程当中 大家来去了解它 接下来 我在这一块 是不是就来去调用到69这句话上了 嗯 然后我会先 执行这句话 嗯 执行完毕之后 是不是把返回值给它 嗯 所以我接下来 只要执行它的话 那它就会做什么动作呢 只要你一执行它 它是不是就会做这个动作 是不是啊 这个动作的话 是不是先产生一个局部变量C 嗯 所以它在这儿 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个局部变量C了 假设这一块是我的C几啊 10 这个就是属于FUNC的A的变量值 嗯 是不是啊 C写错了啊 然后FUNC 然后在这儿 是不是叫C的变量值了 对吧 好 那我接下来 是不是还有A和谁啊 B 是不是也传到这个里面来了 嗯 其实A和B 跟C的等级是一样 都是属于它的一个局部变量 嗯 所以那它在这一块的话呢 就会同时又产生了 AEB 是不是AEB这个空间了 嗯 然后呢 AEB这个空间的话 它表示FUNC的 AE 然后还有一个叫FUNC的B 是不是啊 而此时的AEB里面分别保存的是6和9 是不是这样了 好 接下来开始走这块了 紧跟着把C加载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开始走函数了 函数是一个整体 整体表示什么意思 它是不是就表示只要我遇到箭头 这个整体 是不是我就要去加载这个函数了 嗯 我只要说到加载 然后为了表示内部 我给大家换一个符号 这一块的话 是不是就把你函数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加载到一个内存里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现在就把这一块内容 是不是给你干嘛呀 对 是不是给你加载到这块内存了 而这块内存 是不是就是FUNC的inner FUNC 嗯 然后它就是谁 FUNC 对 inner-FUNC 啊 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现在是不是就把我的这个地址 假设这个地址 我给大家标一下 叫0X 比如说是随便写啊 就是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是不是387585 嗯 是不是就是它的这块地址了 好 我接下来把inner FUNC给扔出去了 那一扔它其实就把我这个函数所在的位置 是不是给你扔给I FUNC了 嗯 嗯 所以接下来在这块啊 它就会去得到0X 我刚才写的是 3 387585 是吧 7585 是不是就是这个地址了 把这个地址是不是就给了谁了 给了你当前的这个I A 是不是F用C了 啊 那当我在去干嘛的时候 去往里面加载的时候 其实它在这儿 是不是就引用着你啊 当前的A和B的这个变量值了 啊 引用着这一块的A 然后引用着这一块的B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变量值 嗯 好了那接下来 然后往下来去看啊 它在这儿是不是也引用着这个C呢 下边我现在是不是又开始往下走了 是不是开始走这一块了 看这一块啊 有什么不同了 下边来去体现 我现在是不是传了28 它是不是还是10 当你传28的时候啊 在它的内存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28还有690 它是不是都叫整形 它都是在你的整形的那个小整数的那个对象池里面 都是在整数的那个池子里面啊 所以呢 接下来它又会在池子里面找一下池子里面有没有2有没有8啊 是不是没有 所以我就会在我的池子里面再来去建一个谁去啊 2去 在我的池子里面是不是再来去新建一个值 然后是不是就是8了 而这个的话它是不是也是属于谁的 是不是叫FUNC的这个值了啊 然后叫FUNC的A的值 然后它是不是属于FUNC的B的值 对吧 好那接下来的话它是不是还有一个10 但是10因为在池子有 它是不是就可以复用这个了 嗯 好那接下来这块完事之后 是不是又走到这块了 因为只要你调用是不是它就会往这走 嗯 就会走谁啊 它现在是不是就会走代码 是不是就会走到这个代码上了 嗯 走到这块代码 它就要整体来再重新加载了 然后整体重新加载 你说我还会加载在原来的地址上吗 肯定不会了 它就把你刚才的这段代码 是不是又加载到一个新的地址上了 啊 然后那加载到新的地址 而在新的地址上 是不是来去保存你的这些东西 而在新的地址上 它引用的是你的A的值 是不是引用的是这个B的值 如果它引用C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引用这个C的值 啊 然后那接下来我只要加载 就会分配新的地址 比如说我的这个地址叫0x00123 假设说 对吧 好那只要我执行完毕之后 ReturnInnerFUC 它是不是就把我新的地址0x00123 这个地址是不是给了 这个1了 现在我的程序执行完毕了吗 没呢 是不是下边才到调用了 啊 那只要没执行完毕 在内存里面我开辟的这些值都还干嘛 在啊 都还存在着 都还存在着 然后紧跟着的话 我现在就开始做它的调用了 而做它的调用 它是不是就去这个地址上 是不是找对应的代码上了 而这个代码上A是不是指向它 B指向它 C是不是指向它了 所以接下来它是不是就在这个地址上 是不是能够去找到对应的ABC的值 所以它是不是就得到的结果是 是不是20了 啊 那我调I 这个F用C的话 它是不是就要去找这个地址了 嗯 那这个地址在哪了 然后呢 这个地址的话 它是不是在 我换个颜色吧 省得大家混了 然后这个地址的话 是不是就跑到 有点远啊 然后这个地址的话 它是不是就跑到这个位置了 嗯 是不是就去找它了 嗯 那我要去找它 这样为了让大家不干什么 我 哎呀 这块有点远啊 所以不太好画 你就知道它在这儿 是不是就找到它了 嗯 然后是不是就找到它了 找到它 它是不是就拿它当时 然后引用的A和B的值吧 嗯 对吧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内容 就是干嘛的 25 是不是就是20和25了 如果再传个其他的值呢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一个 就是相当于我在这儿 再来一个 ifuncr 等于 ifuncr 在这儿 是不是再给它传19 是不给它传新的值了 那只要我传一个新的值 在它的内存里面 是不是就会是一块新的 这个地址了 所以它会受到影响吗 不会 你在这儿打印一下 我给大家打印一下 你看一下是不是不一样 ifuncr 是不是在这儿再打印一下 然后叫ifuncr 在这儿再打印一下 是不是叫ifuncr 是不是打印一下这三个了 然后你在这儿再来去调ifuncr 的值 你少了个i 是吧 好 那于是我在这儿是不是就运行了 好 一运行 来去看一下结果 结果的话 你看它的地址一样吗 是不是地址是不一样的 地址不一样 就说明我的ifuncr 一还有二 是不是都是各自占着各自的地址 而每个地址是不是引用的是不同的值了 所以在这儿 是不是拿到就是不同的结果了 所以我们在这块就能够知道了 用币包的一个好处的话 就是只要你在这儿创建一个内部函数 然后它其实就给你占着一块地址 而这个地址是不是你扔出来了 它是不会被回收的 那于是我是不是在后边 只要没被回收 我是不是在后边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了 好 好